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我是Mike 我们快速的来看一下上周五的情况 那么整体上来说上周五的股市基本上可以说是中国上涨 那欧美股市包括澳洲股市都有轻微的下跌 那澳洲像澳洲股市的话是下跌0.1% 欧洲和美国平均跌幅在0.2%左右 虽说有下跌 但是整体上来说可以说他们是远地踏步 那么在中国方面在上周五是走出了一个15个月的新高 也就是说是从准确的说是从2015年到现在 2015年股灾之后到现在的一个较高的水平 虽然说现在只有3280点 但是对比一下过去十几个月以来的回调或者说是盘整 目前还是比较好的 上海是上涨0.17% 深圳是上涨0.12% 那么除此之外在其他方面 由于上周五的时候美国向叙利亚发射了59枚战幅导弹 使得黄金和石油的价格在周五白天时段突然出现大涨 但在随后的三四个小时之后 在欧洲盘开盘之前 黄金和石油价格已经分别回到了原点 那么在外汇方面目前欧元和澳元依然在下跌 澳元目前是过去三个月以来的最低价 欧元则是过去三周以来的最低价 那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一个热门话题 就是说炮生一响黄金万两 我们都知道在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炮生一响黄金万两 指的是战争一旦打开之后 黄金将会获益 不论是打仗时候的收敛的财富 还是民间的一些黄金的价值都会上涨 我们知道在上周五的时候 美国是发射了50亿枚导弹去叙利亚 这势必对于金融市场造成了极大的震动 那么黄金价格和石油价格在上周五的短期短时间之内 多短呢大约是在一分钟以内上涨超过了1% 但是这样的涨幅并没有持续很久 大约仅过了三四个小时之后呢 这个黄金和石油价格就再一次出现了下跌 那我们看到了虽然在那个时候呢 黄金价格和石油价格是出现大涨 但为什么说这个50多颗导弹发过去之后 市场这么快就再一次恢复到正常 或者说恢复到理智呢 很大程度上来说呢 应该是说虽然说这一次美国是发射了50亿枚导弹 但是呢目前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后续并没有相应的这个军事措施 也就是说没有增兵 或者说没有相应的连续性的军事打击 那虽说后来俄罗斯和美国是相互指责 相互发射嘴炮 但是骂归骂 只要没有出兵 没有真刀真枪的打起来 那么市场对于俄罗斯和美国相互之间的指责 早已习以为常 所以说有鉴于现在的局势并没有进一步的恶化 所以说整体上来说目前黄金价格呢 从高位回调 石油价格呢也是从53块钱再次回调回来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呢 现在这个局势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的平静 包括叙利亚 未来一两周之内会不会有再出什么幺蛾子 以及现在的北朝鲜事件 美国已经增兵了一艘航母到了朝鲜附近 是不是会真的打起来 这个谁也不知道 那么如果第二次叙利亚再次发生事端 或者说北朝鲜这边有什么争执 那你说未来这个市场会不会有震荡 我想第二次的震荡肯定要比第一次来得更加猛烈 那么我们作为金融市场里面的参与者 应该说是底层的参与者 我们没有办法能够预知未来 更不用说是猜测到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不是神 我们也不是那些大户 没有这么多的人脉和消息 因此很多时候我们只有靠自己来保护自己 那我说的如何保护 大家肯定都知道 就是我们反复说到的使用止损 那么可能大家会说到你为什么要使用止损呢 上周五的市场不是已经证明了 它上了二三四个小时就又回来了 股市跌了三四个小时也涨回来了 你如果用了止损 那你亏了钱 那不就不回来了吗 但是我们也知道 很多时候我们不用自己欺骗自己 不用止损的理由就是 万一它到了我们止损之后 又谈回去怎么办 那既然我们都已经说了是万一万一 万分之一的几率 那么剩余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的几率 到了你的止损是不会弹上去的 而是继续往下 我刚才说到我们作为散户 作为市场底层的参与者 我们资金有限 我们实力有限 因此在这个市场中 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是存活和保护自己的实力 因此即便是有万分之一的几率它会弹回去 但是在大概率面前 我们依然是坚定的需要使用止损 如果这一次五十多颗导弹之后 有后续的跟进行为 那么你说黄金上涨或者股市下跌的这个情况 会被反转吗 绝对不会 所以在目前的情况来看 我们不论是以后再一次出现什么样的异端的情况 我们作为散户 还是一定要坚持使用止损 那么我们相信 如果第二次叙利亚事件或者是朝鲜事件发生 一定会比上个周五的事件 对于市场的影响会更长 也会更加大 所以我们投资者 一定要准备好自己的风险防范措施 坚定的在每一次交易中使用止损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今天 我们跟大家说的产品说的就是美国石油 我们知道美国油是从2014年下半年之后下跌 到现在维持始终是处于一个下跌趋势 虽然说现在价格有所反弹 但是距离目前的关键的 我们说的分界线或者是通道价格 还有一定的小小的距离 如果在今年下半年 油价能够冲破这个通道线 反转向上大约是58块钱之上 并且保持住的话 那么油价将会迎来过去三年半以来的首次上涨行情 那么这是长期的一个走势 石油价格 如果我们短期来看 油价从2月29号到现在的话 3月29号到现在一直是处于一个上涨情绪 油价是不断上涨 从大约47块5 目前已经涨到了52块5毛钱 涨幅超过10% 那么在上周五虽然有所回调 但是目前又马上弹回到了52块钱以上 从现在的短期情况来看 如果油价能够继续向上 超过53块1毛钱的话 将很有可能会冲击 之前我们长期走势线中55块钱的高点 所以说投资者可以密切注意美国原油 一旦上了53块1毛钱之后 可以考虑跟进买涨 那如果下跌回调的话呢 我们则以这条关键线或者是通道线之下 大约是51块钱作为参考线 如果低于51块以下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考虑暂时的卖空 做空 那么感谢您收看 今天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麦克 我们下周 好 我们明天再见